独居老人郭林氏突发疾病 女儿不愿被母亲连累 便有意将她送进养老院 在等待空床的这段时间 老人轮流住进了儿女家里 震儿欲聋的锣鼓声忙着送别亡人 也昭示着村中又一位老人的逝去 林老太太木然地坐在洗丧现场 仪式结束后 她和往常一样来到家中的小祠堂 虔诚地跪在菩萨面前为子孙们祈福 老太太早年丧夫 她独自一人养大六个孩子 如今孩子们都已经纷纷成家立业 只剩她独自居住在老宅里 转眼她已是冒蝶之年 身体每况愈下 前不久因为突发性脑血栓住院 女儿们反应迅速 立即开始为她寻找养老院 城市里的养老院花销巨大 几个子女都不能承受 二儿子便想将母亲送进村中的廉价养老院 这里的老人都被安排在一排平房内 屋里的墙面脏乱破百 屋内勉强收拾的还算干净 院长告诉二儿子 现在院内床位紧张 只能等那位病重的胡老太太去世以后腾出空位 于是在院长的指引下预定了那张床位 老太太并不想去养老院 她想留在老宅里生活 这样偶尔还能去看望孩子们 二儿子和三儿子心中对赡养的开销都有所顾虑 因为要照顾她 三家人都没有办法正常生活 但毕竟是自己的母亲 没办法置之不理 村里有过先例 一个独居的疯老太太 死后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被村民发现 所以即使老人家不同意 他们也坚持要送她去 反正现在定金已经付了 她没有别的选择 于是 在儿子们的言语轰炸下 她无言反驳 只能选择默默接受 同村的二奶奶是林老太太的轴理 和她一样是独居老人 二奶奶身体不好 想买药治病 可儿子一分钱都不给她 她便只能来找嫂子借钱 林老太太不忍看她流泪的样子 起身便从破旧的手帕里 拿出自己攒的钱 将钱悉数借给了对方 这一天和往常一样 她拜完菩萨 听完广播 洗漱完毕 拎着暖壶去打水的时候 一头栽倒在门口摔伤了腿 二儿子又去养老院询问 可是情况依旧 这是老太太告诉几个儿女 自己想在每个人家里 轮着住几天 去养老院的事情 等她回来才说 几个人可能察觉 自己做的有点过分 最终还是将她暂时 留在了二儿子家中 老太太还没住进养老院 二儿子一家 就已经开始打起了老宅的主意 想让她在离开之后 把房子交给他们 老太太惦记远在外地的四儿子 还有父母都不在身边的孙子小道 希望能留下老宅 给他们一个落脚的地方 二儿子家的孩子小三 在外打工 一年也没能给家里寄回几个钱 小三媳妇也想去外地挣钱养家 于是打算将孩子留下 给婆婆照顾 桂花不想照顾老人的同时 还要照顾孩子 两人闹得很不愉快 这天二儿子正在学校上课 老太太突然急急忙忙地来找她 告诉她小道不见了 就在这时 二儿子突然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 原来是小道偷了别人的电瓶车 被逮捕了 在桂花的逼问下 小道告诉家人们 偷车是为了赚钱 去找她离家出走的妈妈 桂花嫌弃着一家老小 都给自己添麻烦 第二天老太太便被送去了桑儿子家中 桑儿媳是个精于算计的女人 在饭桌上 她又提起关于敬老院的话题 像是恨不得马上把老人打包送走 孙女平平没察觉气氛不对 说自己有个朋友去浙江打工 她也一起去 桑儿媳不同意女儿远行 在赞助的这段时间里 桑儿媳表现得极度嫌弃老太太 连对她用过的毛巾 都像是上面粘满细菌一样 只愿意用两根手指 轻粘着扔到老太太面前 家里只有平平对老太太好 平平会温柔地帮她洗头发 轻声细语地和她聊天 老太太虽然年纪大 但是看事情很通透 她觉得既然儿孙有野心出去闯荡 那就去外面见见世面 是好事 这些话像是给了平平鼓励 平平没有和父母商量 就打包了行李 只身前往浙江闯荡 桑儿媳将女儿离家出走的事情 怪罪到老太太身上 这时儿子想出来拉走妻子 可是女人还没有骂够 一路往外边走边警告老太太 如果自己孩子出了什么事 就找她算账 老太太蜷缩在角落里想了好久 随后她在房间中跪下 想替女儿祈求平安 第二天 她主动提出让儿子送她去女儿家 表示她在这里实在麻烦了两人 桑儿媳知道她要走 也不客气 当面收拾她留下来的垃圾 并把她所有接触过的东西 全部都用黑色塑料袋包起来 送进垃圾箱 老太太带着行李原封不动的 被送到小女儿家 女儿家中比起两个哥哥 条件更加艰苦 为了支持儿子军团买车做生意 儿媳小娟将房子卖了 带着女儿圆圆暂住在公婆家中 老太太不得不和小娟挤在一间屋里 而小道只能睡在地上 女儿到底是比儿子好些 女儿至始至终 都没有在她面前提起过养老院 可即便如此 女婿还是有些怨言 女儿在街上摆摊卖煎饼 因为要照顾母亲 每天必须要提前收摊 这让爱钱的女婿十分不满 某天她发现 自己的小卖部钱柜里少了50块钱 便想怂恿妻子去问问老太太 是不是她偷拿钱了 晚饭的时候 她没忘记 提醒妻子赶紧问钱的事情 女儿心里难受 觉得母亲现在状态 还不如死了更好 女婿也觉得 老太太一辈子没想过福 晚间去养老院 比在家里更舒服 就在这时 媛媛突然跑过来告诉女儿 老太太的嘴歪了 夫妻两人赶紧进屋查看 老太太的脖子歪向一边 神志不清 两人和小道 一起将老太太送进了附近的诊所 诊所规模很小 大夫也不专业 半天都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诊治时 老太太突然发出诡异的笑声 大夫见状告诉女儿 可能是神经紊乱 这次病后 老太太的身体更加虚弱 还出现了失禁的现象 女儿见状不禁感叹 老人家将一生都献给了儿女 老了病重了 却没有人看望 老太太闻言 不知道是不是感到难过 她痛苦地发出呵呵的笑声 女士因为这段时间打针 吃药的花费 再一次向妻子抱怨 家中本就不宽裕 现在也没时间开张做生意 怕是很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老太太将这些都听到耳里 她像是在暗示女儿一样 突然提起 自己梦到死去的母亲 母亲说 她很想自己 女儿文言却反应冷淡 她问老太太前几天 少的50块钱是不是她拿的 老太太谎称说 是自己偷了钱 给圆圆买本子 她掏出自己的旧手帕 从里面拿出了50块钱补给女儿 这天女婿带着老太太上街 看见路边扔了一个黑包 她将包捡起来 旁边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冲出来 感谢她捡到自己的包 随后黑衣男把包递给 另一个花衬衫男子 花衬衫一翻包 便告诉女婿 她包里原本的1000块钱不见了 女婿连忙喊冤 花衬衫和黑衣男子 明显就是合伙碰瓷 他们抢了女婿身上的钱 大摇大摆地离开 女儿这下也忍不住了 主动去找到哥哥家 想询问养老院的情况 得知胡老太太的床位没空出来 女儿便想让二哥将母亲接回去 可是二嫂桂花却不客气 她认为老太太在谁家生的病 就该由谁照顾 两人越吵越激烈 三儿媳妇也想趁机要钱 反被桂花劈头盖脸一顿痛骂 因为说的话太过难听 三儿子忍不住上去打了桂花一巴掌 接着所有人都走到门外 只留下桂花一个人在原地哭闹 与此同时 军团老板也带来了他的死讯 因为酒后驾车出了事故 公司赔了一笔钱给夫妻两人 众人陷入浓重的悲伤中 老太太也在这时决定离开 见过孩子们心愿了了就该走了 她将自己母亲留下的手桌交给小娟 她担心小娟一个人带孩子辛苦 便劝她趁着年轻尽早改嫁 交代完所有事情 老太太忍不住告诉女儿 自己害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 于是兜兜转转 她又回到了二儿子家 在家门口她抱着小道哭得像个孩子 最终小道只留下一句会再来看望 便挣脱了她的手 桂花因为老太太的病愈发不待见她 只要老太太发病 她就会冲过来一顿辱骂 老太太便开始每天盼望着养老院来信 既然已经顺着儿媳妇的心愿 做好离开的打算 桂花依旧没有改变嚣张的态度 儿子因为妻子无休止的争吵 一怒之下砸碎了母亲 一直待在身边的观音像 夫妻俩受不了老太太不时发出的诡异笑声 决定将她的床褥搬进牛棚 牛棚里阴冷潮湿 四面都是透窗的小风 老太太就在这里与畜生共眠 这天 儿子久违地主动来找母亲 告诉她关于二奶奶的死讯 这时 儿子突然问起她 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老太太捧着儿子的手 将她小时候的去世娓娓道来 深夜里 烛光只能看看照亮屋里一语 老太太在黑暗中跪拜着破碎的观音像 替孩子们祈福 第二天清晨 老太太已经浑身冰冷地躺在牛棚里 来接她的养老院工作人员 将她送进火葬场 此时 她身边没有一个孩子来送行 焚尸间的墙壁上和尸体上盖的床单 一样苍白又肃木 整个空间只有火焰狂舞的声音 如烈羊一般的火焰将吞噬老人的身体 将一个生命化为灰烬 儿女们为老太太办了喜丧 大儿子和儿媳妇却依旧没有从外地赶回来 只是在得知母亲死后寄了些钱 村民们在村中搭起舞台 穿着清凉的女人和上了岁数的大爷 伴随着刺耳的音乐 以极其放荡的姿态在舞台上扭动着 儿女们在隔日安葬了老太太 灰暗的天空下 树林间乌鸦不断地嘶哑歌唱 像是为路边右天的心坟哀叹 不久之后 女婿在钱柜之下 发现了那丢失的50块钱 同时小道也攒够了钱 准备去上海找母亲 而嚣张跋扈的二媳妇桂花 在一次做完家务之后 因脑血栓发作倒在了屋里 有张涛导演的剧情片电影《喜赃》 于2015年出品 导演张涛凭借这部影片 斩获第十届first的青年电影展 最佳剧情长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 电影本身拍摄手法比起一般电影 更像是一部讲述现实故事的纪录片 记录了当代农村老人的生活现状 儿女都外出打工 留在身边也是忙于自己的生活 无暇照顾老人 然后在空空的房间里 独自一人孤独地死去 这是很多经历过农村生活的人 每天都能看到过的事情 故事中 儿女的不孝 儿媳的跋扈固然可憎 但是更可恨的是 所有人都把这件事 当作是一件正常不过的小事 每个人都冷漠地注视着不幸的老人 任由他最后沦落到 在牛棚孤独地死去 养儿防老是个千古悖论 但尊老爱幼不是 对于抚养自己长大的母亲 是如何能做到这样的冷酷 电影最终告诉所有人 命运不过是场轮回 我们用残忍的方式 对待别人的时候 就要做好被命运抱以不幸的结果 开头与结尾的洗丧 还有老人倒地和结局桂花倒地的场景 都在预示着 洗丧的悲剧还在不断上演